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一早现身机场 春日穿搭很清新 裤子和背包成爆款 王一博一大早现身在北京机场 头戴针织帽 一件绿色夹克冲锋衣 肩膀背着一个大胯包 搭配潮牌牛仔裤 一双黑色板鞋 不朝不出山的王一博 就这么久违地出现了 王一博 这位穿梭在时尚前沿的潮流达人 又一次在北京机场上演了他的个人时装秀 这部 一大早的 他就以一身春意盎然地装扮亮相 让人不禁想问 这位小哥哥是不是把春天穿在了身上 想象一下 如果春天有代言人 那肯定非王一博莫属 都喜欢王一博钟爱绿色 他的这身绿色夹克外套 简直就是春天的名片 穿上它 仿佛整个人都焕发出了新生的气息 清新又简约 很符合王一博如今的风格 而且 这夹克的设计简洁而不简单 就像是王一博的演技 看似轻松自然 实则功底深厚 再来说说那顶毛线帽 简直就是时尚界的点睛之笔 他不仅保暖 还能让王一博的帅气中透露出一丝俏皮 这顶帽子仿佛在说 别看我只是一顶帽子 我可是有着让整个造型升级的魔力 说一下 这次服神 Oviso家的裤子 这可是潮流界的硬通货 王一博穿上它 就像是在宣告 我不仅是演技派 还是潮流派 裤子的版型修身得体 完美展现了它的长腿优势 让人不禁羡慕极度恨 身材好 穿什么都有自己风格跟品味 至于那双黑色板鞋 来自于法国鳄瑜伽 简约的黑白色 简直就是百搭的万金油 他们不仅舒适 还能让王一博在机场里 剑步如飞 刚刚官宣成为代言人 自然少不了的就是鞋子 这款鞋子早已成为爆款 甚至已经断马 由此可见 王一博的带货实力 鞋圈的断货王 这次有个显眼包 那就是Pales家的背包来了 王一博超爱 帽子是一顶接着一顶 也升代言人的节奏 这次没想到居然背着大胯包出现 就问一句 什么时候接下这个代言 哎呀 王一博的这身春日穿搭 就像是一场视觉盛宴 让人看了心情大好 他的每一次亮相 都能让人感受到 时尚与个性的完美呈现 看来 王一博不仅在荧幕上是个多面手 在时尚界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穿搭高手 随性自在 好身材搭配好气质 穿什么都好看 还能穿出自己的风格 这次王一博出发去上海 大概率是拍摄广告物料 时间还是挺紧凑的 早上六点多就出发了 后面还有追风者的见面会 我们可以在公开场合见面了 开心起来呗 我是小肥妖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魏若来已经承包了我们的日常 没想到这么讨喜 很显然很多人都快把王一博抛之脑后了 没关系 你们继续报警魏若来 留下王一博给小肥妖就好 不嫌弃不用客气 你们开心就好 追风者很显然已经大爆 收视率持续攀升 连续十几天登顶收视榜 很多人说这部剧一边哭一边笑 节奏感拿捏到位 剧情是跌宕起伏 顺带着把大量的历史知识传递了出来 让我们感受到如今盛世的不易 近日围绕王一博演技的话题 那就是他不需要好热度 而是一个公平对待 这部剧为若来出圈表现 很显然王一博功不可没 就是因为热度高 才会被人各种羡慕极度 更是对王一博的演技要求 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特别是有不少桥段 阿文离开 王一博崩溃大哭 那个爆发力还是很强的 隔着屏幕都有被带入 悲伤到颤抖 王一博把位若来的破碎感 很好的演绎出来 这段戏是王一博演技的高光时刻 各位小伙伴们 继续看起来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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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